这个是真实个案 80岁的企业劳动身体不好 一走路就喘 走不远 他接触太极气空 9个月之后 走路稳健 气不喘可以爬山 身体状况大幅改善 我有一段画面 这个老总现在可以弹飞人 不是自己弹飞 他可以弹飞人 老师他是 他在做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 他现在就是运气 然后他把气成丹田之后 会产生一个地上的反作用力 所以你看他 他就可以用这个气 把人家给弹开 他从原本身体不好 练了太极之后 身体大幅改善 所以研究证实 太极拳是可以降血压的 像是老师你好像 你自己的这个丹田 是可以流动的 对不对 气在流动下丹田 对 一般我们在练太极拳的 倒气归源 那我们就是把身体的气 好像在我们这个流水 好像我们做那个风水 那个流水墙 然后我们可以再运这个气 让他比如说我从上面 运到中间 再运到下面 再运到下来 好 那我们这样可以形成一个 好像流水一个按摩 哇 这好像电动椅哦 哇 对 那我们用倒气归源 然后用手部的动作呢 来带动里面的一个 想象的里面的一个血 气血 然后我们慢慢地把它往下降 这样子可以让你的那个血管 增加弹性 那也可以让你的那个 我们所说的下盘稳定 那老年人最怕摔嘛 所以说我们练久了 太极拳的话 它就很稳定 然后让我们的血管 它比较有弹性 所以它年轻的话 它可以达到一个降血压 一个效果 练太极就是有一些好处 就是不仅血压明显 降低控制体重 减脉心率 改善心沉代谢等好处 所以必学 两招倒气归源 加沉水攻心法 要不要请姿佑姐跟你一起做 好啊 没有基础可以学 可以 其实它动作很简单 来 好 我只有吃饱肚子才会比较 好厉害哦 那个 那其实我们在倒气归的话 我们就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们吸气 然后把肩胛骨尽量地往外开展 然后我们吸到最头顶 那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踮脚一点点吸起来 对 然后再往那慢慢一口气 往下慢慢地吐 那你要想象你身体面的气血 往下降 就好像我刚刚在做示范一样 就是我们身体从胸口 然后往下降到中丹田 到下丹田下来 然后慢慢地把它想象到脚底里面去 好 然后就是好像那个水往下沉的概念 好 就是我们想风水流水 所以它动作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先把它倒气一口气吸上去 然后稍微踮脚 吸到包以后 我们再慢慢地把它往下降 然后你要你的心情跟你的意念 要把身体的气血整个往下降 往下降 然后它到丹田以后呢 它就会稳定你的下盘 然后慢慢地到我们的脚底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会练六次 然后像你要按摩你全身的一个 我们讲半拉雅 就是内脏啊 然后你的经络 都可以达到一个疏通 所以这是一个 倒气归源 然后加上沉水弓的心法 沉水弓的心法就是 你要像身体里面像流水一样 慢慢地往下降 往下降 所以说动作是一个倒气归源 就是归到我们的丹田 让我们下盘稳定 那我们的内功的心法就是 像我刚才做的示范 从上面到中间 到下面到下面 这样起来 很流水一样 这个自幼姐没办法 经过一点练习 你要常常跳肚皮舞的 做得比较好 好 到底什么是九环小关刀 今天要连匹三镰刀 来 老师 您不要动 我指一下 九环指的是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个意思吗 对 真的就是这样 对 因为以前的环是比较大一点的 他们战场上的时候 以前我们用那个红音枪 有没有 他有这样一戳 有时候会把它卡在里面 对 那还有他会发出这种响声 对 所以他以前那种声音他很大 他会有这种震威 就是那种叫做震慑住 那个敌人的一个效果 我有一段您练习 这个九环小关刀的画面 这个画面是欣赏版的 这个就是这样子吗 对 这个这个是三十几年前打的 三十几年前的照片 那时候比较灵活一点 OK 他就是一个长顶的大刀 他始称青龙掩月刀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要上警语 因为在现场工作人员进场 要拿甘蔗 老师会拿这个九环小关刀 连批三个甘蔗是吗 是的 因为以前的关刀是比较大的 那那种就是 就是我们在这个战场上比较好用 但是小关刀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在马下 我们可以斩那个马的马腿 对 那还有斩敌人的腰部 所以说小关刀它比较轻巧 对 然后老师今天交给你 仔细看 我们的博士坐那儿没问题吧 理论上没问题 OK好 我的工作人员手都在抖 好可怕喔 所以它是怎么样 是全身的力气下去 还是气功的 太极拳的那个力镜啊 对 因为这种刀事实上 它蛮有重量的 对 那你要用那个背脊的力量 对 那刚刚因为工作人员有点害怕 我没有跳起来 对 你给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右边 上面都还有甘蔗汁 所以它等于是 整个力道很强啊 才有办法把这个甘蔗给切掉 以前是砍人家人头的 哎哟哟哟 上锦语喔 这个是九环小关刀的欣赏版 接下来要教是民众可以做的 这个是防击少症的 一只扫把也可以跟着练习 那我们这边把它转一圈之后 让我们脚踏一步 我们把腰身把它这样子砍过去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在上面画个圆圈 然后脚踏一步 把它用腰码把它给它画过去 可以试试看 这样快被拿画过去 非常好啊 因为原本上是在家里打老公的 那通常之外我们会做两边 就是横扫千军 这边过来 然后让它过去 然后再往这边过去 再往这边再把它扫过去 对 这样把它转一圈 再往这一边 然后是往左手 然后扫过去 对 太棒了 连续做起来的话就是 我们有点重量嘛 那所以说我们就会这样子 一 然后这样子 二 对 左边左打老公 右打小孩 哇塞 这个好 这个回家我好好认识 还有一招呢 那这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立屁滑山 那我们这样子好像这个 我们在砍一个木头一样 对不对 然后我们脚把它往前踏一步 我们右脚放后面 对 然后往前踏一步 好像我们在 那个砍柴一样 对 所以我们在家里可以这样子 一 二 然后一 二 好 那练到好一点的话 可以把它跳起来 就变成这样 哇 太强了 姐姐都呆了 我怎么跳 对了 再次 右脚踏下去 然后向后一转身 对 很好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 YouTube 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 FB 点赞